尤其以马林为核心的这些运动员们 比三输给了崔庆磊 这样反而落后了一分 在上一场两个队相遇的时候 许欣是3比2战胜的马林 那么看看今天马林能不能爆发 看看今天马林是不是有爆发 漂亮反而被他截回来的球 而这个球看起来是蒙的 好像是有的时候没不一定有把握 但是往往在一场中 打球比较合理成分比较多 而且他这个看起来不快 实际上再拿到冠军以后 立刻脱颖而出 女子团体的决赛已经结束 结果是中电装备 鲁能中电装备就是李小霞这个队 战胜了郭月的辽宁大连这个队 李小霞他们已经获得了冠军了 角度非常大 而且准备活动也比较早 我们的职业球员都有了这种意识 测诚前拉 这张银行的这个拉拉队 他们是从自己的客户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乒乓球爱好者 今年一年的比赛可以说有很多方面都有新的亮点 同时也为企业 就是海润这个企业建立了 经验非常丰富 对球有一种预知 有一种预感 这就是往前球的控制 这个纸板型的一个难得的人才 漂亮 挑起来了 大家看这个 大家注意就这个球 高抛 反拉 这球许欣开了一个好局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2011年 马林输给许欣 那么今天上来马林就赢了一局 马林呢就是世界杯 这个多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2008年 终于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我记得在这个 今年的路特丹就荷兰的这个世平赛之后啊 他自己呢也是 其实是挺难受的 这球出人意料 攻其不备 在这方面做得好 但作为他来讲 在跟自己队友比赛中是吃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靠特长来赢球 可是呢 你这个特长和队内的运动员 老在一块练觉得自己确实不行了 但吴敬平教练说 你想一想你在这个莫斯科世平赛的时候 之前 这是先打单打后打团体 所以对马林 好的反拉 你看许欣上了就拧起来 然后 高了 高了 三分 好的 因为两种技术啊 他这个技术动作不一样啊 有时候可能会互相影响 你看这个推打 推得非常直来直去 哦 运气球 作为一个好的运动员 知道这场比赛如此之重要 啊 就是 在赛前 啊 可能会想到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啊 但是很快 啊 一打起比赛来就进到奥运会上 能够拿冠军 呃 可以说啊 这是 关键时候经过了考验 说明他的心理素质 8比6 机中能源的选手 下煤矿 都关他那个矿工啊 都对他们思想有很大的启发 对拉 怎么想破破坏他的进攻 白断 关键球的处理 哦 然后还要做到 想到靠意识 做到 靠技术 就反拉你 短的了 挑起来 哦 许新队 啊 乒乓球呢 是 可以说是 不是球类中速度最快 但是关键人与人距离太近 白断 拉起来 连续拉 哎呦 马林这个推挡推得好啊 稍后 我们来看第三局 好 我们回来继续来看 双方 十一比十了 这个马林啊 今天啊 可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啊 可以说让我们 她是输给了许新 那今天呢 却二比零领先 呃 我记得马林啊 当时在向前 向前 所以她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哦 哦 漂亮啊 啊 这个球 啊 你看正手啊 兜着一本啊 啊 弧线很低 啊 啊 啊 张立科排在第一 打了31场 胜了26场 马龙是排在第二 打了25场 胜了21场 然后排在第三的就是许新 打了30场 胜了22场 那排在第六的 就战胜了 辽宁啊 郭月这个队 啊 这样就跟马 跟这个这个许新啊 不能够形成这个 胶着状态啊 很快就会结束 你看这第二板一上 天胸 漂亮 啊 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啊 那时候平常联赛有句话 叫德马林者 打了22场 赢了13场 输了9场 对 照动好自己的话啊 仍然是 不可阻挡的 漂亮 上手的时候呢 往往显得比较精 以前他这个 纸板横辣 本领 索身抢辣直线 许新把球接回去 因为今天一上来 巴州海融冠军的崔庆磊 可以说是 有点意外 赢了这个好帅 和成精棋 他能够突破自我 突破对方 看许新 能不能起死回生 拉起来反拉 这样马林就以11比8 以3比0 战胜了许新 为浙商银行俱乐部